白铜疫情延烧 确诊人数不断的增加 也让国内的医疗量能面临了重大考验 指挥中心定调改才两人一室 增加收治病患的量能 不过有医生忧心 这可能会让病情严重程度不同的患者 互相感染 倾销人力不足 病房的资源跟设备也可能会被迫简化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目前会让病毒株相同 一家人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传染的患者 才两人一室 也会尽量的让发病时间比较接近的人同住 评估在医疗照顾上面 应该没有太大的顾虑 本土疫情扩散 前线医院急诊爆满 外头还有人在等待治疗中 就怕医疗系统面临崩溃 只好改才两人一室收治病患 但有医师忧心 这可能会让病情严重不同的患者互相感染 一个人病毒量降低 但是同时旁边又住了一个病毒量很高的人 两人一室也恐怕会因为倾销人力不足 资源设备被迫简化 患者间不仅没有帘幕区隔 还得共用厕所 尽量也让他们是发病时间 是比较接近的时候 这样子可以住在一起 从家庭成员如果都有得到感染的话 那事实上他们住在一起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种细菌性感染的病发 并不会从A病人 很容易就传到B病人身上去 那所以那个并不是我们顾虑的问题 指挥中心有一套收治标准 不过基层医师也是紧 随着带床患者越来越多 加护病房又不够支援 很多上礼拜开始发病的患者 转重症 预期下礼拜死亡数可能会更多 唯有统筹南北资源 才有机会守住医疗量能 记者继续报道